下面一個我們要教的重點叫做 雲母 雲母的金型式六角形片狀 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尾 你看它下面那張照片 你有沒有覺得它是一層一層的 有沒有 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有一個特點 它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尾 可能就會撕成一片一片 薄薄的一片一片 這個薄薄的一片一片 當會有用 當會有用 所以記得它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尾 六角形片狀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尾 那麼我們這裡要你背過了 雲母有兩種黑母跟白母 照片上上面叫黑母 下面叫做白雲母 國中沒有教過它白母為什麼白 但是有教過黑母為什麼黑 為什麼黑 還有誰 鐵跟鎂 所以你要背 前面是你背過的 黑母還有鐵跟鎂 還有一個要背 絕緣格認材料 我不曉得你們李華老師 未來會不會交電容器 電容器有一邊是正電 有一邊是負電 靠正負相吸把它兩個吸住 電不會跑掉 可是不能碰在一起 它就抵掉 抵消掉 就是說這樣夾一層絕緣物質 放一張紙啊 隔開 放雲母 薄薄的 因為它可以撕成薄一片一片嗎 它在中間隔開 絕緣格熱材料 所以雲母做絕緣格熱 這三個玩意的用途都給我背好 藏石做什麼用 石英做什麼用 還有雲母做什麼用 這三個東西的用途 你通通都要給我背清楚 叫做雲母 下一個叫做 下兩個 一個叫做灰石 一個叫做 腳閃石 腳閃石 這兩個以前很愛考 現在不愛考 因為這兩個長得很像 顏色差不多 兩個不一樣 一個金型是短柱狀 一個金型是長柱狀 都有兩個節理 一個節理是交交90度 一個節理交交120度 所以以前考試喜歡考 如何分辨腳閃石跟灰石 但現在已經很久沒有考慎 其實要分辨非常簡單 字多就多 腳閃石三個字比較多 長處狀 灰石兩個字比較少 短處狀 再來 交角 三個字的配三個字 兩個字的配兩個字 腳閃石幾個字 三個字 所以角度120 三個字 灰石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90 所以灰石就90度 灰石有90度 交染石就120度 就背完了 所以要考也很簡單 要背也很簡單背了 但是現在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考這玩意 可是古時候很愛考 如何分辨腳閃石跟灰石 跟灰石 就是形狀 金型不一樣 長柱狀 交染石長柱狀 然後灰石有一個短柱狀 一個長柱狀 一個以90度一個120 看字就會 看到它寫的字 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很容易 要背也非常簡單 OK嗎 OK